當你的慈悲心啟動了 慈悲將不會停止 生生世世一輩子陪伴著你 和我們一起來慈悲吧 海濤慈悲基金會 華博正好5041-6116 5041-6116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醫院張尚淳醫師 自從武漢肺炎疫情發生以來 許多人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縮了行動自由 我們不應該害怕或排斥這些配合的人 要多給他們一些支持與鼓勵 同時也提醒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的民眾 請配合政府的規定 確實做好與外界隔離 以保障周遭親友與社區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處罰 不管疫情如何變化 大家都要有正確正向的態度 不要彼此貼標籤 我們要互相包容 互相協助 才可以守護台灣的健康 生命有無題 法水有長流 生命電視慈悲奏就 生命之美 接下來請收看 海濤法師 般若講座 聽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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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世界都知道各位要有悲心的责任 我们也会顺便解释一下 那我很希望各位每天都念一遍 成为什么 念一下 生命勇士 生命菩萨 要普度所有生命 就是众生 那我们要做一个所谓的精神勇士是因为你不会退转 不会起嗔恨心 那你也起苦 但是你要积极地抢救生命 好 一起念放生功德 放生就是救命 放生就是还债 放生就是救急 放生就是慈悲 放生就是觉悟 放生就是实践 放生就是积极 放生就是方便 放生就是改命 放生就是解冤 放生就是消灾 放生就是治病 放生就是救轻 放生就是严寿 放生就是福尚 放生能助生息 特别最后一条佛陀说 昨天我也有讲 年化生大师更强调 一个人死亡了 造了很不好的恶业 直接下地狱 那你只要帮他放生七支悟命 不分大或小 就像造佛塔 造佛塔哪怕造得像米一样大的佛塔 那就是造佛塔的功德 所以呢放生没有分悟命大小 当然你放的悟命越大 那那个力量当然越大了 但是悲心是一样的 所以为一个死亡者 造恶业的 能够放生七支悟命 他就马上脱离地狱苦 这就是车逆国王的故事 车逆国王好杀身吃肉 堕落了 然后安安问佛陀 佛陀说你赶快告诉他家人 替他放生 所以车逆国王当下升天 那我们连升天的福报都有了 何况往生净土呢 所以让他脱离伤恶道 引导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叫放生能住生西方 第一个放生就是救命 救他的命 更救众生的命 对不对 今天有一个人要把一只狗杀掉 你用钱给他买回来 也救了那个人的命 那个人就不用下伤恶道了 那你救一只猪 那更救更多的人的命 你想想看 一只猪多少人吃 至少十个人吃这一只猪 这十个人将来都要做猪被杀 那你救了一只猪 那除了救这一只猪 更救了这十个人的命 那这十个人又牵涉多少家庭 然后整个世界会这样多了一份善的 净化的力量 所以各位我们普渡众生 就是要救所有生命 所以放生是菩萨道最基本的 菩萨生是消极的 吃素是终极的 放生才是积极的 所以马来西亚是放生天堂 赶快做免得后悔莫及 以前我们台湾也是放生天堂 现在海盗法师只能四处流浪 打带跑 我回到台湾 他们警备就拉铃了 又来了 但是他们不理解 我能够了解 但是他们不了解 我们这样是在救台湾 因为台湾过去有 大概在15年前20年前 一度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政治上 老和尚那时候说 赶快救命 放生消除杀劫 知道吗 战争的劫难 所以那个时候 强救 用尽各种方法 我们都眼见到很多的劫难 都可以过去 特别现在的人 癌症杀业多 更要努力去做 所以我们现在就成立了 国际万场放生 所以我们也辅导了很多 连线作业 叫千场放生 在很多国家 很多地方 所以有一场 他们已经光一个中心 做了多少场 来 六千场 六千场 我们在世界各地 现在成立了很多场 天天放生 所以各位现在有网路很方便 希望你也加入 以后吉隆坡也要成立 应该成立了 天天放生群 好不好 那各位呢 有人比较有空了 去救 那我们上班赚钱 就付出钱 对不对 付出钱 虽然钱不用多 但是人合起来 就刚刚讲了 三百块 四十五块 可以放一千五百零六只蟋蟀 所以有些 像我们在台湾 一块钱台币 一块钱台币 可以放十只蚯蚓 那一块钱马币 就可以放八十只蚯蚓 因为那些红蚯蚓 他们就繁殖得很快 就准备给人家钓鱼杀 因为台湾钓鱼的多 但是我们就准备 很风朗的土地 甚至是种有机食物了 那些红蚯蚓最喜欢 又保护它 然后有机食物 这个叫慈悲更有机了 是因为旧蚯蚓 然后去回沃它的土地 你种出来了 这下吃的保证长寿无病了 所以各位你做这个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水族馆里面有很多小虾 小鱼 小面包虫 对不对 小蟋蟀 他们为了做生意 只好买来 但是我们去跟它买 一般它都会卖的 只是它后面会藏一桶 不跟你讲 因为这桶卖给你了 后面还一桶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尽力 那我想各位 最好你家里买一个小鱼缸 不是养什么 宠物鱼漂亮的 而是养那些 本来就要被杀的 因为对你来讲 每天都是慈悲 它只要活在那边 多吃一口素食飼料 多吸一口空气 都是你生命的助缘 就像我们老爸爸妈 老妈妈老了 我们奉养它 奉养它到安享天年 哪怕一年 哪怕两年 我们觉得生命很有意义 所以 我们要以这样来救护生命 第二 放生就是还债 不是替自己还债 替杀业众生还债 要这样想 那你在替所有众生还债 那当然 就在替你自己还大债 所以人来这个世间都有欠债 一定有的 欠子女债 一直跟你要钱 一直跟你要钱 欠感情债 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的 冤亲债主 而且 就像刚刚讲的 那只狗 被堕胎的小女生 不放她妈妈走 不放她走 她要得讨债 所以她就过程很痛苦 当这些冤亲债主超度了 她马上就安详往生 所以我师父说要念什么 如果被讨债 来 读诵地藏经 地藏经是消业账还债最快的 等一下我要带各位念浦门品 为什么要念浦门品 特别正在生病的 有苦难的 浦门品可以消七大苦难 消内心三毒 成就男女二院 所以 自古有一个皇帝 五湖十六湖的时候 病得很厉害 找了各种的医生都没办法 后来寺庙 他去寺庙 老和尚说 你专心辞送浦门品 结果念了七遍浦门品 哇 病好起来 所以浦门品在中国 流行最广 这位皇帝推广了 旧苦旧难 所以我们佛教有个习惯 为现世者救苦旧难 念观音菩萨 最后呢 念阿弥陀佛 往生净土 那我妈最厉害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两个一起念 救苦旧难 往生净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 那我说 我妈 你跟我一样聪明 所以